大家好我是马克 很多小伙伴留言想看洗碗机 于是我就买了4款洗碗机 来看看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 因为洗碗机都比较的贵 所以这一次我就不抽奖了 测试完之后我都会放到闲鱼上进行出售 考虑到租房小伙伴比较多 所以这一次我们测试的都是台上式的 并且售价都在1500到2000元之间 最终我们选择的是1599元美的出品的华琳 1799元的海尔 1899元的松下 以及1899元的九阳 之所以没有选大家比较期待的米家 是因为它是4套的 而米家8套的要2299元 并且是嵌如式的 需要改柜子 对于租房的小伙伴来说就会比较的麻烦 米家生态链的云米和圈锄 宣传页上写的标准模式都是4套的 对比其他按照6套来进行宣传的洗碗机 可能会不够公平 所以最终也没有选择它们 洗碗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能不能洗干净 所以我们先来个生活常用调料的极限测试 哇 这一大锅火锅加菠菜碎加各种调料的极限货合物已经调配好了 接下来我们放入干净的餐具进行浸泡 这一次测试的餐具都是根据4款洗碗机宣传页上建议的尺寸 综合算了一下的标准之后进行购买的 每个洗碗机我们都放入6个11厘米的饭碗 6个20厘米的生盘 3个27厘米的杯子 一个20厘米的玻璃碗 一个炒勺 6双筷子 4个勺子 一开始我以为大家都是6套 应该都能放得下 但是结果我发现 9元的空间已经很拥挤了 海尔则完全没有放杯子的地方了 美帝和松下其实摆的还是很稀松的 还有很大的空间 至于空间这一块 后面再和大家详细解读 我们先进行浸泡 好的 现在已经完成所有餐具的浸泡 不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冲了 因为明天就清明节放假了 实在是不想加班 所以我们先自然放置三天 然后再进行清洗测试 经过三天的放置 现在各个盘子上的粘东西 已经凝固的差不多了 而且味道非常的大 整个摄影棚真的没骂呆人 我跟大家说 接下来我们把洗碗机接上水管 因为我们摄影棚是没有水龙头的 所以为了这一次测试 我们跑了三家线下的五金店 最终在万能的魔宝上 我们买到了这个魔改50米 带20毫米外牙转接头的水管 另一头我们又自己做了一个一转二的接口 这样就可以一次性同时洗两台了 我们现在按照说明书上的指示 放入洗碗筷 瓢洗剂 所有洗碗机都选择最强力的组合模式 正式开洗 因为餐具比较多 解读过程会比较长 所以我先告诉大家结果 效果最好的是美帝的华林 第二名是松下 第三名是孩儿 最后一名是九阳 但是这四款洗碗机其实都有一点翻车 没有一个是能够把全部餐具完全洗干净的 也别急着喷我或者喷洗碗机 首先洗碗机这个产品只要是正规品牌的 只要你严格按照说明书上来进行操作 面对你日常普通的一个使用需求 是一定能够洗干净的 即使你生活中偶尔有极限的场景 那强力模式洗它两遍 也一定能够洗干净 也正是因为我们知道 面对日常的一个清洁需求 所有洗碗机都能够满足 所以这一次的清洁环节测试 才选择这么极限的方式 为的就是能够测试出这四款洗碗机的上限 果然这个方法真的对比出了 这四款同价位洗碗机的巨大差异 接下来我们根据最终的结果 来倒推一下这几款洗碗机的差异 到底在哪里 不想看这部分超长解读的话 可以直接跳到后面看实际空间的解读 我们先来看一下效果最差 价钱却最贵的九阳 它的每一个碗都没有洗干净 甚至有一个碗当中全部都是辣椒 有一个碗的外面全是干掉油渍和辣椒 还有各种残渣简直没法忍 每一个盘子上面都有少量的油点菜点 相机可能拍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用肉眼来看的话是非常明显 没有一个盘子是完全被洗干净 筷子也是一样 有特别多的菜叶 摸起来是非常的油腻 不锈干的勺子虽然看起来是洗干净了 但是摸起来也一样是油的 只有锅铲 玻璃杯 玻璃碗算是比较干净的 酒盐表现这么差的原因其实从清洗过程当中也能看得出来 它在最后快结束的时候 还在用很脏水进行冲洗 所以导致了最终的效果是非常的差 我个人推测酒盐结果这么差的原因有两点 一点是因为它是手动加水的 所以先天条件就不足 第二点是它的内部设计有缺陷 没有把粘东西有效的过滤到滤网上 可以看到酒盐的底部还是有非常多的红油没有被分解掉的 所以在最后面用清水冲洗的时候 水循环到了底部 又被油污给污染 通过酒盐 我们也许初步可以得出一个不太严谨的结论 只要是下面油污残留比较多的洗碗机 它在餐具可能都洗不太干净 我们带着这个不太严谨的结论 再来看一下排名第三的海尔 可以看到海尔的底部也残留了红油 但是明显比酒盐要少了很多 所以6个盘子里面有5个盘子的内部都是洗得很干净的 但是盘子背面依然全部翻车 所有的盘子背面都有油污和残渣 碗的结果和盘子很像 所有的碗的背面也全部没有洗干净 有非常明显的油渍 筷子和勺子也翻车得非常严重 筷子上面全是残渣 勺子摸起来非常的油腻 因为这6双筷子放到这个小篮子里面 已经全部叠在一起了 再加上针对筷子篮的喷嘴位置是相对固定的 根本就没有办法把筷子给清洗干净 海尔只有炒勺和布力网跟九阳一样是被洗干净了 猜测是因为这两个产品的材质应该是会更好洗的 不过海尔的空间是4款里面最小的 导致比其他3款少放了3个杯子 所以海尔这一轮的清洗数量是最少的 但是它的清洗效果依然不够理想 排名第二名的松下 底部的红油残留相比九阳和海尔要少了很多 所以清洗效果也好很多 所有盘子内部都清洗干净了 外部只有一个盘子上面有那么一点点很小的菠菜碎和辣椒点 玻璃材质的碗和杯子全部非常干净 炒勺也没有问题 但是筷子和海尔是一样的问题 因为筷子蓝设计的原因导致有很多的长渣 以及油腻 勺子摸起来也非常的油 只是比海尔略微好一些 不过我有同事自己在用的也是这一款松下 他说平时把筷子蓝去掉 直接把筷子平铺在架子上面 每次都能洗干净了 但是松下碗也有一点翻车 虽然所有碗的内部都干净了 但是每个碗的外部都有油污的残留 不过它的残留情况要比九阳和海尔少很多了 清洗结果相对最好的美帝华林 它的底部红油残留情况是4款里面最少的 只有一些很正常的残渣而已 除了大家都能洗干净的玻璃碗 炒勺玻璃杯之外 不锈钢勺子也洗得非常干净 没有任何的油腻感 盘子环节表现非常的亮眼 所有的盘子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 都全部洗干净了 唯一的遗憾就是有一个盘子和玻璃碗卡在了一起 导致盘子上面有一点残渣没有被冲洗干净 碗的话内部全部都清洗干净了 外部的话有三个上面是有非常明显的红油残留 其他三款都全部翻车的筷子 美帝华林也同样没有完全洗干净 但是它的残渣数量已经比其他三款少很多了 而且没有那么的油 但总的来说 它确实是这四款里面表现最为亮眼的 在做测试之前 我一直以为洗碗机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但是其实 刚刚极限清洗环节的排名 根本不是价钱的排名 而是实际体积的排名 别看这四款洗碗机都是按照六套建议宣传的 但是它们实际体积的差别还是非常的明显 按照官方给出的宽高升数据 美帝华林的体积有0.12立方米 松下是0.113立方米 海尔是0.09立方米 九阳是0.084立方米 海尔和九阳只有美帝华林体积70%多而已 正因为它的体积差距如此之大 所以美帝华林和松下的摆盘就更加的稀松 而海尔和九阳就摆得很拥挤 所以导致洗不干净 另外刚刚测试当中的餐具 其实是我们刻意按照官方给出的餐具尺寸 跑到了40公里之外的一家 你才买到完全匹配的 其实像我们租房的小伙伴当中 很多餐具并不是一次性买齐的 各种餐具的尺寸大小可能都完全不一样 所以接下来我们再做一轮极限摆放测试 这一堆是我一位同事在六年租房生涯当中 断断续续买的各种餐具 这些餐具都是他目前经常在用的 而且我这位同事他已经有三年使用洗碗机的经验 他自己也买过三款大小不一样的洗碗机 那在他的指导下我们进行一个极限摆放测试 可以看到他的盘子大小都是不一样 碗的尺寸也是五花八门 甚至还有一个空气炸锅底座 和一个我们淘宝店有在卖的小锅 最终在一番折腾下 我们终于把所有餐具都放进去了 说实话一开始我自己放的时候 根本放不进去这么多东西 还是在同事的帮助之下 又重新换了几种摆法才全部放进去的 一开始我担心这样放会不会洗不干净 但我同事说他摆了三年洗碗机里面的餐具 可以说很确定这种放法是能够全部洗干净的 接着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些餐具能不能放到松下里面 哇终于放完了 不过还有两个大碗 试了各种方法都没有办法放进去 连我的同事也无能为力 所以目前来看实际摆放空间最大的 也是美的的华林 而且它只有一层的设计 深度设计的也很深 所以还能放进去30厘米的炒锅和锅盖 松下这一款虽然体积数据和美的华林差不多 但是它是双层的设计 深度不太够 所以没法放入我们平时用的比较多的炒锅 不过美的华林的深度实在是太大了 有60厘米 放到台面上是很占地方的 我们平时台面上的微波炉和电饭宝 其实它的深度都只有30厘米左右 所以官方是按照台面式嵌入式两用来进行宣传的 其实还是更适合定制成嵌入式的 至于海尔和九阳呢 我就不抱什么希望了 直接给大家看一下最终的极限摆盘结果吧 九阳如果优先放这两个锅的话 这一堆东西就没有办法放进去了 如果不放这两个锅的话 那和美的比起来呢 它要少放两个汤碗 一个汤勺 三盘子 海尔因为是一个圆弧形的设计 实际可用空间其实是最少的 不仅少放两个汤碗 小锅和空气炸锅也没法放进去 还有两个玻璃杯也放不进去 所以测试到最后四款洗碗机里面 不管是清洁能力 还是实际可用的空间能力 最好的都是价钱最低的美的华林 但是它的深度是有60厘米的 可能对使用范围要求会比较大 松下排名第二 但是不能放入比较大的炒锅 也算是比较遗憾了 至于海尔九阳 各个方面都很差 完全不推荐 这一次测试之后呢 我觉得不管你是一个人用 还是多个人用 洗碗机 一定要买自己可以接受范围内 最大的那一款 空间小的摆餐具真的是太累了 空间大的随便一丢就好 而且间隙大的洗得更干净 这次洗碗机呢 我就不抽奖送了 真的是太贵了 我会让他们全部自清洁几遍 然后咸鱼出个二手 但是这一次买的一家餐具套装嘛 我自己留着也没有什么用 咸鱼也不太好卖 就老规矩抽奖送给大家吧 我是爱圣果马军 我们下一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